李明文 那從小呢 從小就是我的年表 從小就跟著父親 接觸到不同的人 然後自己呢 到了東京以後 也因為個性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看 第二章這一個 那邊不是有一個光頭 頭吐吐的有沒有 有沒有 上面上有聽 那個就是許馨良 他在人少的時候 講話坦白講 我們大家都溝通的感覺 講話真的臉痴 脖子不會停息 但是很厲害 有兩天他在日本的台灣人辦了一些公聽會 面對好多好多的在日本的台橋 他們不叫華橋 他們叫台橋 他講的時候 哇 跟前兩天所認識的他 有很大的強烈的對比 口才真好啊 為什麼這樣是 不知道 所以那個就是每個人的特質 那下面這一個 就是在日本的時候呢 有時候 藝術的人呢 有的人他可能就會到情色場所 有的人到政治的地方 會去涉獵自己沒有涉獵過的東西 那是我們共同的形象啊 心裡所需求的 因為這一塊沒有接觸過 就是好玩 進去了以後 啊 一直都不好玩 趕快逃掉 所以那個時期呢 作品自然 色彩就灼掉了 我的作品都灼掉了 那 所以我們知道 只要你忠實於自己的感覺 在創作的人 你的畫面的形態色彩 一定會很恰恰的改變 很織 좋아 像立北八首他 粉紅色色 choices 個綠色色 choices 藍色思奇 藍色思奇 他畫那個人 Jadi 紀錄都幾乎 這不是90度的 有沒有 藍色的老人90度 可能嗎 人有這樣子嗎 但是那種感覺真的就是 很密封的感覺 所以這個就是美學的一個部門的內容 就是這樣子,我們就是一路這樣子,傻傻的這樣子過來 到處玩了 這個是 這個是鄭世凡 就是台灣的 那個 在台灣美術室裡面有名的叫石川青一郎 水產畫家 在台北那時候在日據時代,在明治時代 他在國語學校開始教導 教導台灣第一代的畫家,石川青一郎水產畫家 然後他是他的最後一個學生 那時候因為我要寫說聲論文,然後就 就回台灣來請教 請教他 你們老師怎麼教的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的資料裡面每一個畫家都 對他推崇到一個極點 然後他說 你要聽真話嗎 我說當然 其實跟我們 平常上課沒量一樣 同學,我們看今天畫 校園寫聲,打阿板的畫 嗯 就這樣子,然後幫你修 一樣的 那為什麼 為什麼台灣的地代畫家對他推崇那麼高 各位思考一下 好 那在這裡面我們知道他們都是師範系統 師範學校 畢業的 那當然他當領導人啊,我不能沒有一個很好的老師啊 但是在日本的資料裡面 我發現 石川青一郎 並不像台灣人對他推崇的像神一樣 怎麼樣 我只能講到這樣子 就是 他是完全近東於日本的人 然後他也畫過 以前在中山塔有一張圖畫 後來國軍 進來以後 聽說把他畫得怎麼樣 他畫了 他們日本的皇室的皇家的騎著馬 然後下面踐踏了很多台灣的 台灣的 百姓 那這樣 殺戮戰場 叫做戰爭的話 那張相片也是有 但是 不好 所以他這個 內心的真心就是 我在哥哥說什麼 你們這些百姓台灣人 都要踐踏 那時候有兩個 有一個 對比的人 一個叫做炎月陶府 他也教他的學生 但是他不是師範的老師 他的作品最有名的就是 他敢念 日軍為什麼 要 用獨瓦斯 殺害原住民 有什麼電影在看的 物色事件 物色事件 那個炎月陶府 在當時有兩個 一個叫做石川青一郎 一個叫做炎月陶府 炎月陶府他是真的 關心台灣 他反對 原住民穿著和服 然後 陪酒 日本警察 他對這個人家 他的文字都全 他酒桌的人 然後他畫的圖呢 就是在陪伴他們政府 因為他畫瓦斯 然後畫著一個 一個原住民的女人 然後畫著孩子的 哀嚎的那種感覺 然後很多 很多人都死在那裡 那張圖畫 現在台灣美術史當裡面有放進去 那張作品 要圓月陶府 但是他在台灣 並不透明 為什麼 因為他的學生 也不透明 因為他的學生 不是吃飯 教育 徒生的 這個是 很有關係的 所以 名校 名師 是怎麼形成出來的 因為有他的脈絡 那他會影響到什麼 引導校 我們台灣的美術教育 所以 屏東縣任務 他曾經 辦展覽的時候 他寫 台灣美術支付 那時候我就 我真的還有 還有 我就寫抗議文 我說日本人 日本人在 金剛美術館 辦理 辦理 台灣跟 日本的 這個展覽 他是石川清立郎 這個主題展 他是用什麼 台灣 近代繪畫支付 就是西洋畫 這個是合理 因為 明治時代他把西洋畫傳給台灣人 所以日本人稱他為什麼 台灣近代繪畫 或者台灣西化 對不對 台灣近代繪畫支付 OK啊 日本人是這樣寫 結果我們台灣自己 在屏東縣辦的 然後在 台灣各 文化中心 群匯展的時候 都寫出 台灣 美術支付 開玩笑啊 我們台灣美術總共是由日本人 帶出來的 我這個留著 抗日分子 我說這不關政治 這個就是 我們不能這樣子 多餘啊 建政府他也是給我回個文 我們會要求改進 我們都沒有 繼續 展覽 資料現在還繼續留著 跨色很在 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這些點點滴滴呢 就會變成 我們創作的一些全員 所以在 現代藝術裡面 他經常 我們可以經常在美術館看到 他可能是批盤式的 他可能是諷刺的 很多很多面貌 但是他不是美的 他不是美的 對不對 但是他可以引起人家的 一些想法 好 時間的關係 我們來看 這也是我個人 比較崇拜的一個 泰格爾 泰格爾呢 他是一個文人 那他對美術的觀點 他說 都是線嘛 繪畫技巧就是線條 因為他印度人嘛 他印度人沒錯吧 然後他的圖畫 我看到展覽的時候 我很感動 他在寫文章 寫文章不是以前的人 不是用電腦 一章 寫完了以後 在 在那邊 修改 修改以後 不是畫掉 他把畫掉那些紙張 他沒有丟掉 他把那些塗塗黑黑 然後就把那些串起 成一張圖畫 變成他的文稿 因為以前的 他老一輩的認得 不簡單 他 即使說我們說 五千個字的文章 文章 他可能 他保持 同樣的文章 他可能抄寫 修修改改 大概三次四次 五次以上 這個就是精力求精的精神 其實這個就是 藝術的精神 這個就是藝術 所以我們 這一百年來 從日據史道到現在 就是我們台灣受的免許教育 幾乎都從此了 西方的觀點 最近最可怕最嚴重的 大陸已經被抗議了 台灣的年輕人 還沒有 任何的 感覺 無感狀態 他們在說 為什麼西方的 我們東方的 傳統的 水墨 化 必須用你們 西方的觀點 來做批判 為什麼不能用我們 東方的 思維觀點 來做批判 那批判的人他不一定是金頭髮的 他可能是流血回來 他可能在大專院校 當個領導地位 所以他就會說 這個 以義大利 怎麼做這樣 他那個思想體系跟我們不一樣 像我們的動品 水墨 書法 線的流程我們都是講線 但是我們最重要的就是違背到哪裡 氣運生動 氣運生動就是有感 有感覺 即使什麼都不 他們說東方 東方沒有透視 現在就說有啦 美國的研究出來說真的是有啦 以前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結局在敗退當中 那我們台灣很多教授記得 他們在 批評 東方的水墨的時候 這個體系是從這邊出來的東西 他居然是 他們的依據點是西方的 藝術觀點來批判 這個是老典不是很奇怪嗎 不是很奇怪嗎 東方的藝術點來說 印度人他們有他們的一個特色 這是一個簡介 他們的精神體系的部分 所以 你說他美嗎 好像不是很美對不對 但是 他已經把他的思想 已經有他們的思想 他都畫出來 所以在這邊我們就給我們一個請示 人人都是藝術家 這個他是民主時代的 一個特徵 我只要忠實於我自己的感覺 技術的東西他是可以 經由不斷的反覆反覆反覆 他自然會成熟 這是技術 思想的話是你 平常接觸視覺美感的累積 累積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自然會呈現 就是我們的內涵內在 對不對 所以 我們要何必花那麼多錢 他根本要說 你何必 花那麼多錢來買我的東西 你也可以自己畫我教你畫 但是我要畫跟人家不一樣的 那還不簡單 好我讓你看 好你先畫一張我的畫線 我好辛苦我不會畫 我說好 那你怎麼沒有 看到我的眼睛的沒有 我有沒有雙眼皮 我的髮型是什麼髮型 我的下巴是什麼 是尖的還是寬的 他有概念的 我說好 現在開始畫 怎麼畫 閉上眼睛畫 眼睛閉著 這不行這樣就快跑出去 就是要讓他自然 掛起來每個都比皮卡索漂亮 我現在正修幾個女學院 他們就都在畫這種東西 我就跟他說你看看卡通動畫裡面 那個什麼 那個 有一隻狗 那是什麼狗 藍小狗 那是什麼狗 他每次說到驚嚇的時候 沒把歌都跳到外面嗎 那廢話的東西 他本來就是 可以 可以天馬行空 可以自由發展 因為你又不賣錢 我只是 討厭我自己 我自己高興就好 而且我覺得 不錯都畫在我家裡 我都畫的作品 不是很好嗎 但是當然 一定會反對 那我的圖畫要怎麼賣 周老師 少講話 有沒有這樣子 什麼 那都在南大灣機箱 所以我就在談半個小時 因為 要開始跑步的時候 突然當機 他說他就一直上廣告 他說什麼是30分鐘就讓你直接講的 我們講的也是講這些 我們都是希望 人能成為藝術家 藝術 並不是 某些人的 亂利 並不是 他的權威 這個有什麼好當權威的 當然可以當權威 權威的話是技術 技術可以當權威 對不對 但是人的思想 有時候可能 不一樣的技術 成一些不一樣的效果 這個在20世紀美術史裡面 我們看了很多 作品 你可以看得到的 那現在打力 對不對 打力 這個一講都怪都沒有了 沒有了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